字幕君 姊姊 字幕君 姊姊 姊姊 Hello Isabelle 我知道姊姊現在是K1 你接下來她讀書的路 你會想去比較傳統的教育 還是你會想去做得比較創作的 可以生意一點的教育方式 其實真的心目中很想創作的 但是我覺得中文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很喜歡一個窩窩 是華德福有一個教學的方式 她認為小朋友六歲之後 才開始要拿筆讀書 但其實我都選了傳統學校那個V 因為K1也是在讀本地的學校 其實我主要是想去學中文 因為中文真的很難 我自己回想 其實我兒子兩歲 他已經認識了A、B、Z 因為太多這些歌 可以播給他聽 風力歌曲的那些 所以我覺得中文反而難 現在他開始已經要寫一下 一些十字、圖、這些字 但我沒有逼他要特別 一定要寫得很好 我認為 因為他的小手指肌肉 就隨他發展 我又不想逼他太緊 我本身都很擔心那些操練文化 即是去到小學的時候 所以我會到時再考慮 因為現在我會先讓他讀傳統 即是幼稚園 如果去到小學的時候 再看看香港的教育制度 有沒有甚麼特別的轉變 再去選擇他會走傳統 還是國際的程度 但其實平常來說 你也是想小朋友輕鬆一點 不要太大壓力去上學習環境 其實最重要是健康和開心 所以童年是要開心的 以後這麼多年要讀書 我想回頭我自己也要讀了很多年 所以… 辛苦的 現在儘量多玩些 如果有需要就再慢慢學 其實兒子的出現 兒子的出生 對你來說 在你的事業發展上 其實都不會有甚麼影響 或者有甚麼轉變 我想我兒子出現之後 開始的時候 是全部都圍著他轉的 我現在慢慢會適應了 去平衡一下 因為我發現他開始去理解到 媽媽要做事 他有時會抱緊我 然後… 你陪我一會兒才出去吧 我會很甜蜜 我會覺得 可不可以再陪你一會兒吧 但我說走的時候 他真的會跟我說再見 我覺得他很懂事 其實他令我更加去積極工作 還有很多時候 推動力會更加大 他做很多事情 當然我之前 我本身娘都喜歡做事 包括保險和演戲 或者到處去 我聽你來說你都挺有型的 走動得都比較多 我挺喜歡到處走的人 因為如果不然就會很悶 如果你叫我經常坐著 或者對著兒子 我又不行 我覺得我要出去走一圈 回去我就會有新事跟他聊 然後我又會問他學校的事 大家多些話題 現在開始都要跟他有話題 聊聊天 他現在這個年紀是很需要聊的 我會做完 這個年紀而已 這個年紀片 我會做到 我會做一個年紀片 我要你 你也會做得到 在我 你在家旅行 總時候 在家旅行